为贯彻总统指示 以求精求实精神 测验三军联合训练 政治作战 以及名防措施 于75年6月上旬 举行代名为汉光三号联合时兵对抗演习 以考验三军防卫作战之适应性 致重点于第三作战区 建议磨练各级干部指参能力 及展示重要武器装备之性能与威力 以增进国军干部胜利成功信心 本演习由空军总部协调各军总部及三军大学 编程联合统裁部 下辖联合指导组 联合裁判组 安全督导组 及攻防两军司令部 参演官兵五万余人 各型飞机三百六十二架次 各型船舰七十五艘 各型火炮一百五十二门 各型战斗车辆一百零五辆 防卫军为蓝军 其编组为防卫空军指挥部 海军指挥部 及第三作战区所属部队编程 攻击军 模拟敌军 称红军 编程攻台空军 攻台海军 及攻台前线总指挥部 演习区域为台澎地区及海峡中线以东至海空域 实施时兵对抗 攻防两军以ABCD四点连线为界 以西以南为攻击军 以东以北为防卫军 花莲基地实施药地防空 中正港实施药港防空 罗东至宜兰海滩间 实施登陆反登陆作战 及探案作业 蓝阳西南北两岸 实施空降作战 同时在整个蓝阳地区 实施总体战 三军联合破地攻击 及防空实弹射击 则在龟山岛周边海空域实施 空军总部于74年11月下旬 编组完成统裁部 由总司令郭上将任统裁官 集中实施计划作业 五月初 统裁部进驻宜兰金六节营区 继续完成各项计划作为 本次演习 统裁部以想定架构为基础 并用兵器推演 高司作业 实兵对抗 来衡量攻防双方 作战构想 预判态势 策划指导复案 同时 透过统裁决心 与各级指财作为 掌握全班发展 诱导攻防两军在接近实战的状况下 实施演变 综合当前敌情 显示敌自济南南京广州军区地面部队 逐次向大陆东南地区移动 而巨台750海里内各机场敌机转场频繁 巨台500海里内各机场进驻兵力逐渐增加 同时 以海军加强潜舰活动 即两栖登陆演训 如敌以潜舰偷袭我上船后 向国企宣称对台湾实施全面封锁 企图瘫痪我民生经济 制造内部分裂 策动地区暴动 以达起统一之目的 于是在6月11日端午节正午 以空军及其飞弹部队实施先骑先前作战 对我重要之政经要地 军事设施是以大规模之空袭 我军早期预警 在有效之防情传递时间内 配合防通自动化之指挥与管制 纳管三军防通火力 并有效运用击弹炮联合作战能力 确切掌握时空力的因素 发挥整体防空之最大效能 外空巡逻机接获命令后 立即实施拦截作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时ACC下令地面警戒待命机升空接战 陆军非将不得 尋一支海軍艦艇,並實施防空作戰,從空中、海上、地面擊潰多批進翻之敵機。 尋一支海軍艦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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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部花莲基地在接获敌空军攻击支防情传递后 首先基地周边支防空火力立即进入战备状态 35快炮也以其优异支机动性能迅速进入战术位置 地面之警卫部队同时也就阵地完成战备 防空火力均已完成备战严正以待来犯之敌机 为确保战力本岛西岸部分机场之兵力疏散至本基地 飞机落地后 即迅速进入指定待命位置 立即按潜力计划实施加油挂弹保养检查 迅速恢复战力 自驱保农正在坏城市未来要掌达 北京时议活力 越南墨他应该增长标本仲 苗海厕城市最坏城市より可能赵兵 柏ips prochain ACC下令紧急起飞,拦截突破防线制底机。 地面防炮也以密集火力,对低空攻击之敌气适以猛烈的射击。 在敌机攻击破坏之后,抢修部队,卫爆弹处理小组,立即赶赴现场展开工作。 迅速处理未爆弹,弹坑即刻予以掩埋、填平、压实再铺一缸席,必须在最短时间之内恢复跑道的起降功能。 此时,一支空降特攻部队已展开了突击行动,企图破坏基地关通系统,摧毁设施,瘫痪我战力。 警卫部队,在友军的配合下,对敌制空降突击部队,实施包裂攻击。 高超夹击,约束敌军行动,缩小包围圈,示意心战喊话,瓦解敌军士气。 你们的退路已被我们切断了,赶快投诚吧,共军弟兄们,现在是你们选择自由最好的机会。赶快放下武器,起义来追吧。 跑道抢修完成,使基地迅速恢复复备战,发挥持续战力。 以空军在攻击我空军基地之同时,乘袭攻击我中正军港。港口指挥部获得防勤后,发布紧急警报,全港进入紧急防空战备。 港口警卫部队迅速进入战斗位置,实施警戒。 港口周边暗制防空炮火,迅速就射击位置,严密防患一击来袭。 港区之舰艇,由在港资深官下达紧急出港令,迅速疏散转移行动。 旗舰成立防空作战管制中心,各舰开启防空雷达及电战侦测装备,经由HR网防情资料及本身雷达侦测,完成防空作战准备迎接来犯敌机。 尼击由中正港东南进入港区,实施轰炸。 防空炮火,以密集火网,予以射击摧毁。 港口周边之陆军部队 一以清兵器对低空敌机实施射击 使来犯的敌机无所遁形 破港再修舰 后甲板重弹起火后 港务队小艇 消防车迅速实抵现场 展开抢救行动 紧接着工厂燃烧的抢救 水管破裂至修护 锅炉蒸汽外泄 伤患代速 紧急调换通信天线 均在临危不乱的快速行动中 恢复作战能力 全民防空之万安演习 无预警状况下配合实施 在整体电子化警报系统之传播下 地区民众 均能立即完成疏散或进入掩蔽地区 麻烦 呼吸後置高樓救生,傷患救護,水電工程搶修,損害管制及救難制各項程序與準備, 只能有條不問的逐一完成,其實損害減至最低。 在敵艦對台海實施全面封鎖,並以不同制方式對我海軍護航兵力實施偵測、穿透, 同時攻擊我民用運輸船團時,我強大海軍即刻實施船隊護航, 並採有效措施以反潛巡邏、海空聯合反潛、征搜、阻截等手段,實施海空反封鎖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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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蘇澳港被炸 无法正常装运下泄时 有国外载重要军品的货轮 在海空军掩护下 寻安全航道进入宜兰 利德检滩头外海 毛泊代谢 据当日潮汐状况 决定定用海上拨泄和空中掉泄 以加速完成军品卸载 使用载具包括操作简便的动力交法 机动性强的LAK5水路两用拨运车 载运量大的LAK60水路两用拨运车 可装载重型火炮 车辆 弹药 人员之运步任务 更负机动性的B234直升机 能吊挂货柜一支 迅速的运步以争取更有力的时效 货轮甲板 一可供UH-1H直升机降落 装掉物资 各种载具先后完成波运 部队也快速地卸下散装物资 带命运输到售捕单位以为持续战力 一支正规登陆部队 在其海空优势下 随决心对蓝阳地区发起三期棋袭攻击 以战逼合 决定6月12日晨六时整 于蓝阳地区永镇村海滩 实施正规登陆 两期登陆部队在奉命后 基于战备集运区完成战斗状态 地区永镇村海滩 6月10日晨在海空严密护航下顺利发航 提支部份兵力 利用击凡渔船也完成装载 奉命在蓝阳地区利泽检海滩 实施非正规两期突击登陆 与6月10日上午8时准时发航 防卫作战 主赖军民一体之总动员作战 动员令下达之后 在地区统一指挥下 各应召员迅速向指定制地点报到 领取武器装备 应召员在迅速的编组后 立即加入作战任务 在风雨交加之中精神抖擞 以不畏艰难的必胜信心 接受参谋董长好上将的解约 一支登陆船团 一支登陆船团 下航渡于台海之间 其先遣船队已逐渐向我东部海域接近 我空军由雷杰晴获系移踪之后 协同海军实施海工联合邀集 一支登陆船团 同时对敌两栖船团 实施电子反制与攻击 ض尽在那中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锡刚起 敌制船团进入破地 我军海岸守备部队立即进入阵地 完成战斗准备 我军暗制火力对破地敌制船团施以猛烈攻击 敌制空降部队一载机场登机 已配合起两棲登陆 敌制空降部队一载机场登机 已配合起两棲登陆 与对我蓝阳地区实施空降突击 敌制空降部队一载机场登机 与众队塗 一声 told 一支海空軍對登陸之灘頭及內陸地區展開了猛烈致壓及破壞射擊 敵軍在海空火力支援下開始實施換水換乘 在清除水中障礙後突擊周波通過攻擊發起線向灘頭途徑 登陸工兵車在周波之先頭展開了爆破、掃雷 為登陸部隊清除海灘之障礙 登陸砲車準時登陸順利完成搶探 登陸砲車準時登陸順利完成搶探 突擊周波已迅速地搶探登陸向內陸挺進 為盡早增強第一線突擊部隊突擊力 即反裝甲能力及反裝甲能力 部分戰鬥車輛脫式飛彈車也用掀起搶灘投入戰鬥 後續增援周波已陸續地搶探登陸 後續增援周波已陸續地搶探登陸 岸琴部隊也迅速登陸展開彈琴作業鋪設鋼錫整修道路 以立各型工兵裝備及後續部隊之重裝備登陸 岸琴部隊也迅速登陸展開彈琴作業鋪設鋼錫整修道路 架式路規模式 崴周波已輪支jar鋼錫矩 架式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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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車登陸艇也在彈琴部隊準備作業之同時直接搶彈, 將直接支援炮兵,反裝甲部隊及個性自重登陸攤頭。 由於受到攤岸地形之限制,登陸地區無法容許多數之登陸船艦搶攤,必須駕接浮香棧橋。 在彈琴人員協力之下,戰橋順利完成駕接,登陸艦隨即靠迫下線。 各型戰鬥車輛重裝備、資重陸續登陸,迅速增長了登陸部隊的持續戰力。 隨突擊周波之順利進展,團指揮所已迅速登陸完成開設,確實掌握了登陸部隊的攻擊行動,其能與空降部隊迅速匯師深入內地。 以空軍對日定空降之宜蘭機場周邊,實施制壓攻擊。 敵軍空降部隊以一個營與宜蘭機場實施空降突擊。 運兵機以編隊進入,實施戰鬥跳傘。 第14多場. 第16多場. 第15多場. 第15多場. 第169. 第1816,戮位的過程。 第143. 第165. 第168. 第179. 第179. 第167. 部队着陆后即完成集结向目标区挺进 为增强空降突击部队后续战力 争取时效 车辆 火炮 弹药已随之实施重空投 以立空降突击部队顺利与登陆部队完成会试 敌军非正规登陆船团已向立格检外海迫近 并完成会合集结 继正规登陆之后 在敌空军火力掩护下 非正规登陆船团通过攻击发起线 实施突击登陆 换成之后 以小型机法泛水向滩头突击 七五山炮及腰动六炮车等重型装备 由散装置小型货轮或大型机鱼船装载 一在此时实施海上波泻 由机法直接抢滩 非正规登陆突击周波在立泽检海滩顺利抢滩登陆 非正规登陆所使用之机法轻便快速 机动性强 为复合实战不再明显区分周波 谁先上 谁先打 迅速地占领阵地 能发挥突击之效能 陆续抢滩之车辆 增加登陆部队之机动力 各型火炮与抢滩后 立即占领阵地 完成了各项的构 将射击准备 对第一线部队实时提供了火力支援 非正规登陆部队之奇袭攻击 及其迅速增长之兵力 有助于部队迅速地向内陆挺进 我军在尖敌与水际滩头之反登陆作战指导下 称敌军战力前后分离 尚未站稳之际 迅速发挥强大之机动力 集中部队在三军联合火力支援下 展开对敌无情之打击 以确保基地安全 黄冬战力 提出 阳地带俄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三军联合反击高潮声中,演习顺利圆满结束 6月14日上午,演习总检讨会与政战学校举行 会中不仅肯定了此次三军联合实兵对抗模拟实战演习的价值 更体认了在南洋地区环境特殊,交通不便,通讯困难,天候恶劣 而三军部队在不良天候与环境下所表现的不必艰难 团结合作与相互学习了解之精神,是为本次演习最大的收获 本次演习制检讨,已在总长郝上将的讲评中明白指出 郝总长说 我们做一个这样大规模的演习 目的就是为了我们检讨我们的战备,检讨我们建军,检讨我们的训练 我想我们国军现在,从历史的演习当中,我们所表现的求是的精神 这是很重要的 尤其我们也了解到,我们演习训练要讲解求是 我们大家知道,真正到了战场上,最公正的裁判官是敌人 所以我们唯有以求是的精神,才能够多发现我们的缺点 我们的缺点越少,我们胜利的智慧就越大 第二点呢,我们要探求是深度 也希望我们三军的同仁 大家无论是演习群的规模的大小 我们必须要在深度上落实 第三呢,我们从难,从严的精神 我们有了相当的基础 我们唯有不怕难,我们才能从难去做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一种不怕难的精神 以及克服困难的精神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就 第四年,我们从兵器铁眼到射兵演练 基本上战术的数量啊,普遍的精神 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技术的精进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求是的精神 不怕难的精神 我们战术数量的极高 这些都是我们一切来所为作战 一切为胜利 这是我们一个决人,我们一个干部 最基本的一个决策 一切为作战,一切为胜利 这些都是东西丰区和射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